那本史上最优秀的OVA动画是哪部? 每个内心中优秀的作品都会不同 被广大网友奉人神作的动画也不在少数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是一部同样被封神的日本动画 《囊克》《简辛》 主要讲述了日本少女和武士的奇才爱情 还希望你可以耐心听完感受一下 在江湖时代末期战乱不断 普通百姓遭受了深重的灾难 独揽大权的莫福尔对反抗力量进行大范围肃杀 年幼的翡村心态被人犯子给抓走了 她的母亲在战断中死亡 一个落小的孩子在半路上还遇到了杀人不察眼的强盗 在路上遇到同样落难的三个姐姐 相识不久可却为了保护心态相继牺牲 最后被杀害的姐姐给她留了一句话 心态,你还年轻? 不像我们不能选择自己人生 所以,请你一定要活下去,待我活下去 心态就这样目睹了相识不到一天的三个姐姐的惨思 其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正当歹徒企图杀死心态时 一名剑克突然出现救了她 剑克鼻谷青石堂从强盗的手中救出了孤儿心态 灵用的心态已超出她年龄的胸怀震撼了鼻谷 鼻谷为她改名为剑心,手指为徒 传出她飞天欲见流的剑术 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 剑心学有所成,决定要用自己的剑术为饱受苦难的老百姓摸幸福 师傅劝告她,用强整住百姓 一那新时代,就要不可避免地加入一个党派 然后被派系所利用,成为杀人的工具 想要推翻一个时代,无非就会解决掉目前统治的派系 当武服治理人正确的派系上位 毕竟,单强匹马,没有人可以独自打败一个派系 剑心觉得如果能把新时代引来的话 成为杀人的工具也在所不惜 于是外边师傅下山了 为了平息动乱开拓新时代 剑心加入了长州派维新指示行列 结果卢比谷所料,剑心被斗争的一方所利用 成为杀人无数的霸道斋 专门暗杀幕佛耀人的杀手 剑心还有个专门善后的助手,范种 副则在剑心刺杀完毕之后帮助剑心逃跑 并且给杀的人贴上长州派的标签 剑心每次收到的任务,就是同他口中得知 等于范种就是他的上限 年轻的剑心实力,毋庸置疑的枪 锁到支出,乱挡皆出 幕府的杀手全都被他一一铲除 雪代巴是一个没落武士家族的小姐 她有一个青梅竹马,叫做青李明良 明良是另一个武士家族的次子 她的剑术非常一般 在他们二人决定定下婚约之时 为了能够当雪代巴以后生活得更好 明良决定去京都幕府,做守卫闯当 在一次行动中 剑心遇到了雪代巴的未婚夫明良 在斩杀幕府护卫明良时 作家也被划了一刀 伤疤久久不遇 而长期的厮杀就看不到时局扭转 这个事实令剑心变得一致低落 当雪代巴得知了未婚夫的死讯后 他就开始昏昏噩噩的度日 带到京都后 遇到了也想要铲除掉剑心的幕府一方 于是雪代巴就投入了暗杀剑心的计划之中 幕府一方为了除掉他 召集着杀手与坛子制定了一个漫长的计划 在这个计划的牵引下 散发着白梅香的雪代巴出现在剑心的面前 幕府末年的一个雨夜 在酒馆外的小巷剑心早已举击 杀死对手之际 闲决见到路过的雪代巴白色了一惊 雪代巴没有惊骇的表情 只是悠悠地说着 你总是带来腥风血雨 随后便晕到了 剑心伸手扶住了雪代巴 去心味中的白梅香让他有些迷茫 这一次 剑心没有杀人灭口 而是把昏迷的雪代巴带到违心知识 在京都的落脚处小敌屋 醒来后 知道雪代巴在京都并没有什么经济 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于之物家可归的雪代巴 就在剑心等知识其身的旅馆挡旁出 雪代巴和剑心独处的时候会询问 如果当时我有刀在手 你会不会杀我呢 剑心的答案是 不会 无论任何情形下 我也不会杀你 雪代巴有做日记的习惯 今天也是如此 因为近几天 促行刺杀任务的知识 每每都遇到追杀和读戒 长州派领袖贵先生 沦为派中除了奸细 可是内阶究竟是谁 尚未查到 但在纵轮没有看到的地方 反正掳出了很厉害眼光 最后的一天 长州派的总部就找到了 部阜大规模的进攻 贵先生在其他同人的掩护下 顺利逃走 长州派的力量被打压殆尽 许多人论之士 都在这场战斗中起升 史称池田屋事变 池田屋事变后 维新力量遭到纵创 京都成为新钻主 打开杀戒的地方 他们是幕府一个 倾角反幕府的队伍 为了保存实力 简行服装上级贵先生的安排 与雪代巴甲盘成药师夫妇 隐居善业 暂时躲避风头 刚开始雪代巴带着 百姓的仇恨接近简心 经过一年相处的点点滴滴 在前部的生活中 想知想异 他几乎忘记了复仇 不知不觉中 他爱上了贱心 爱上了这个杀夫仇人 将这个曾经夺去 他幸福的人 当成了重新赐予他幸福的人 贱心也体会到生活的美好 但他并不知道 自己杀了雪代巴的未婚夫 然而这种美好 随着雪代巴的弟弟 雪代元前来探望 而走向了卫生 雪代元来到后 用仇视的目光 紫紫地盯着贱心 并提醒姐姐 雪代巴自己肩负的使命 晚上 雪代巴终于说出了 自己的身世 原来 他的未婚夫冰娘 在进度被杀 因为后悔当初 为了阻止其成功 他才来到京都 他没有说出 杀死明良的凶手就是贱心 也没有说他参与了 针对贱心的暗杀计划 被安排在其身边 寻找落点 此时的贱心 并不知道雪代巴 所说的仇人就是自己 两人惺惺相惜 一夜温存 在两人坦诚事业爱的第二天 雪代巴不辞而别 离开了贱心 为组织 接受处置 一直消失的助手 范总 找到了贱心 范总前来揭发雪代巴的 真正的身份 告诉贱心 雪代巴 就是内部的间隙 在雪代巴的日记中 记载着所有的一切 范总还缩使贱心 前去雪代巴的取点找他 而再看完日记 贱心才知道 雪代巴的未婚夫 就是被自己所杀 雪代巴回去后 想返回当初的计划 可是暗杀了法奇人 早已设下陷阱 等着贱心前来 然后对他进行诛杀 原来范总也是贱心 他的告知 就是为了引来贱心 法奇人告诉雪代巴 这些人贱心太过于强大 是因为没有落点 你就是现在他最大的落点 果然贱心就像他安排的那样 渐渐地爱上了雪代巴 而此时正是时机成熟的时候 法奇人还让雪代巴 想象当初 为了自己以后日子的幸福 即使坚持了一半 也要去京都闯荡的明亮 你对得起他吗 而贱心在听到范总的话以后 真的浑浑饿地去据店找雪代巴 可是贱心并不是想要杀掉雪代巴 他要去解释清楚 他想和雪代巴一起去搭金生活 远近京都 拯救世界的事情 他累了 倦了 他想要平稳的生活 一路上失温落魄的贱心 遭到各种伏击 落落敌方的重重陷阱 全身见识伤痕 无感丧失的贱心在雪中 下定了雪心一定要找到阿爸 凭借着异地来到据店 小屋里的雪代巴 恍惚看到明亮 买身失血地站在一边 但转眼又不在了 而小屋外 法奇人想要给贱心最后一击 贱心 一想趁着杀掉他 坚持到最后 在回最后一刀时 且要将冲出来救出贱心的巴 也给一并斩于刀下 贱心将烟烟一息的巴抱在怀里 比同一绝 从法奇人手上夺乖的匕首 握在了巴的手中 他用尽最后的一口气 在贱心的脸上划下一道刀伤 在他未婚夫之前划下的那一刀 形成了十字伤 贱心抱着雪代巴 回到从前他们居住的小茅屋 贵先生也温馴赶来 对于雪代巴的去世 表示遗憾 但他们的任务尚未成功 所以先生希望贱心再次回到组织 继续反目夫建立新时代 贱心答应了 但要求在新时代建立以后 自己也将不会再爬出刀杀人 他现在是为了继承阿爸的信念 继续活着 一次又一次的战斗 他能就保持着那份下山史的单纯 只是现在多了一份情感 那就是爱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战 长州派推翻了母夫统治 来到了明治时代 在新时代建立以后 贱心从刺 消失在江湖之中 谁也不知道他的取向 这部动画是1999年出品 刀在翘 剑在手 拔在脸 痛在心 这部动画我为了让人 在去观看原片的时候 不至于毫无保留 所以整理了 剑心和雪太八的情感细节 一个在刀尖舔血的少年 他的警惕心 是所有人都不能想象的 而雪太八从一开始接近他 突然被拿刀架猴 再到后面的一夜温存 替他挡刀 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容不信嫩 再到信嫩 而两人也没有去刻意地接近对方 只是不经意地接触 以及那份在段时中的孤独 被陪伴扶贫 爱 就这样诞生了 也许看完你会觉得 雪太八是一个不太好的女生 即便未婚夫已死 她是单身没错 但和丑伦产生爱情 这是什么情况 整个故事一直说 剑心是故事主角 倒不如说在最一篇 这个故事里 雪太八才是故事主角 因为他主要讲说的是 他和剑心的故事没错 但却更多是在于 他如何取舍剑心和未婚夫 雪太八不会希望 辜负未婚夫 但是他真的也不希望剑心死 在痛苦的抉择下 他最后还是给出了自己的选择 那就是留下剑心点上的领导八 他以自己的死将这份仇恨消除掉 不然剑心之死 或许师父就会来寻仇 这份仇恨是否会继续延续 那一道看似随意 却凑成了十字符号 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取消 关闭消失等等 以同样的形式去趟之前的罪恶消失 告诉自己的未婚夫 对不起 我没有替你报仇 因为我做不到 所以我只能和你一样 在他脸上画下一刀 这是雪太八的救赎 那么雪太八最后又到底选择了谁 在我看来还是剑心 因为那一刀 与其说是偿望对未婚夫的亏欠 更多的我认为是雪太八 害怕剑心把自己的伤 刺在心上 最后错的到底是谁 幕府首领 剑心 还是雪太八和未婚夫 其实我认为错的是那个糟糕时代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对我视频点赞 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